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后来关羽出兵攻打曹操的湘凡地区 孙权派吕蒙城区偷袭荆州三郡南郡武陵 陵陵失陷 导致荆州三郡失陷 对于关羽来说 大义失荆州无疑是导致蜀汉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不过在关羽临死前 却为蜀汉留下了两个旧国之财 但是 其中一个因为刘备发动怡陵之战 而死在了战场上了 另一人虽然是蜀汉后期的一员大将 却被后人误会了两千年 那么 问题来了 这两个人才分别是谁呢 一首先 这两个人分别是马良和廖划 一方面 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 马良一百八十七二百二十二年 自济城 襄阳一城 新湖北一城男人 马肃的兄长 对于马良来说 兄弟五人都有财 华名气 而马良是五人中最为出色 并且 马良的才华更是得到了诸葛亮的肯定 两人也保持着非常深厚的友谊 建安十四年二百零九年 刘备担任荆州墓 征辟为州从事 建安十六年二百一十一年 刘备进入蜀地 诸葛亮也随后跟从前去 马良留守荆州 辅佐关羽 在关羽大议师荆州后 马良回到了一州 并受到了刘备的重用 刘备在成都称帝后 任命马良为世中 二公元二百二十二年 为了给关羽报仇 并夺回荆州 刘备率军正好东吴 在大军出发前 刘备派遣马良 招纳安抚武林一带的武西蛮各部 各部首领们都接受蜀汉的印信封号 相继响应刘备 这促使刘备的大军更加声势浩大 不过 非常可惜的是 公元二百二十二年六月 刘备在伊陵之战中兵败 马良也遇害身亡 由此 对于马良这位救国人才 因为刘备而死 对于这位人才的不兴趣是 刘备和诸葛亮都非常痛 习 在此基础上 伊陵之战后的刘备封马良那儿子 马炳为习都位 三另一方面 和马良这位文臣谋士相对应的是 廖化则是蜀汉后期的重要武将 不过 提到廖化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蜀中吴大将 廖化作先锋 这无疑是对廖化能力的误解甚至低估 对于能力不俗的廖化 完全有资格称之为蜀汉的大将 廖化 二百六十四年 本名纯 自元姐 荆州襄阳郡中炉县 新湖北省襄阳市人 在关羽镇守荆州旗舰 廖化曾经是关羽帐下主部 关羽兵败卖城后 廖化被东吴将士俘虏 不过 这有双全的廖化 用诈死之计回归蜀汉 被刘备受了一都太守 四岁后 刘备把帝城脱孤后 廖化转败丞相参军 对于蜀汉丞相诸葛亮来说 因为对廖化的赏识 所以让他做自己的参军 在诸葛亮北伐中原期间 廖化后为广武都督 谦音平太守 多次参与蜀汉的北伐 诸葛亮病逝后 廖化官至右居记将军 贾杰 领并周刺事 风中香喉 从官职上来看 廖化在蜀汉武将中 可以排到前五甚至前三了 比如张辉生前的官职 就是居记将军 公元263年 邓爱兵临成都 后主流产投降 在蜀汉正式灭亡后 廖化被迁往曹魏都城洛阳 于中途并逝 总的来说 关于死前留下的马良和廖化 这两位救国之财 前者在一陵之战中被杀 成为蜀汉的一大损失 而对于后者来说 则是蜀汉后期不可缺失的战将 并且见证了蜀汉的灭亡 文情怀历史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情怀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